各位朋友,大家平安,人一忙起來時間過得特別的快 一晃又有兩天沒有做視頻了,現在要跟大家來補交作業 這兩天發生的事情比較多,值得評論的比較多 我就一件一件的來說,然後一段一段的來發 第一件事情想跟大家探討的就是 今天香港陽光衛視的老闆陳平 在他的微信群裡面轉發了一篇文章 文章的題目是《關於立即召開緊急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建議》 這篇文章主要的內容是說要強烈的呼籲 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因為現在的局面非常的嚴峻 政治局會議討論什麼呢?要討論習近平的問題 討論習近平去留的問題 到底適不適合擔任國家和黨政最高領導職務的問題 全面的檢討習近平過去這幾年的經濟政策 國進民退的經濟政策,還有四面出擊的外交政策 還有不斷的威懾台灣的台海政策 還有對於香港進行強力打壓的這些政策 總之是要全面的清算習近平過去執政的方針和路線 最後要把習近平拉下馬,這篇文章是沒有作者署名的 他的這個行文的風格跟中共高幹或者是他們的秘書的 那種黨八股的風格稍微有一點點差距 措辭上面也不是完全走中共的黨八股的那一套 所以說有一些朋友看了之後說這個肯定是假的嘛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第一個是由這個陳平這個人 在他的微信圈裡面轉發出來的 他的微信圈一共說是有187個人 裡面都是中共紅二代的那些從商的人 那些百億千億富豪,還有一些就是現任的中共的高官 所以說在這個圈子裡面發這麼一篇文章 他的這個影響力、衝擊性那是非常大的 那陳平他本人也不是一個普通的人 他的這個背景是非常非常的有來頭的 他是紅二代,標準的紅二代 父母是在二、三十年代就參加了共產革命 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時候是中共的軍籍以上的幹部 那麼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這個早期 他就上了大學,那個時候的年輕人都有個特點 甚至是紅二代的那些年輕人 都多多少少的受到了一些西方思潮的 這個民主憲政思潮的影響 到了八十年代、八三年、八四年的時候 他們大學畢業以後就進入政界 那時候中共他們還有一定的開放性 想吸收一些新的東西 那麼就自己又感覺到自己的血氧不足 所以說就招收了一批智囊 而他們又不能完全信任民間的那些知識分子 那還是信任他們自己的子弟多一點 所以那時候有一批紅二代的人 就進了中南海給他們的長輩當智囊 上書房行走就包括王岐山 包括這個陳平 所以陳平那個時候他跟王岐山 跟習近平他們都是認識的 他在八三年、八四年的時候還陪著徐仲勳考察過深圳 所以跟習近平也是有很長時間的互動的這種歷史 那這個人他跟習近平的思路就大不一樣 習近平因為他沒讀過什麼書 沒有受到過什麼西方的影響 所以說是堅定的中共的黨人 是紅衛兵的習期一直留到現在 而這個人他跟習近平不一樣 在89年學運興起之後 因為他對於民主的同情 所以站到了學運的這一邊 這一下子把他的政治前途中共黨內的政治前途 就給毀掉了89年之後據說還坐了一段時間的牢 從牢裡面放出來之後呢 幸好鄧小平當時對這批人還不想趕盡殺絕 那麼看在他們父輩的面上還是給他們留了一條生路 從政是不行了但是從商還是大有前途 所以他就到了緬甸北部去做御食生意 因為他父親不是軍隊裡面的嘛 當時中共軍隊跟緬北的共產黨的軍隊 那是有勾結的 所以他進水樓台先得月 賺到了第一桶金 然後就去搞房地產還有其他的行業 總之這十多年就成了億萬富豪 到了2003年、2004年的時候 就去香港收購了陽光衛視 陽光衛視是由楊嵐和她的丈夫吳征創建的 但是創建以後一直是賠錢 所以說他就去收購了陽光衛視 大概是百分之七八十的股份 然後就成了陽光衛視的老闆 那個時候陽光衛視在國內還是有一部分地區能夠收看得到的 他的這個政論節目、新聞節目也算是比較前衛的 後來陳平他主持陽光衛視之後 就有一些地方就突破了中共的這個紅線 到了2009年的時候 中共就把陽光衛視從大陸地區徹底的給屏蔽了 那這個陳平雖然已經從商了 就是看起來他對於政治的關注度還是相當的高 而且對中國政治的、政局的參與的力度還是相當的大 怎麼看出來呢?就是2016年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中國國內的有個媒體好像是新疆的媒體 叫做無界傳媒 他們的網站上面就刊登了一篇文章 公然的就號召要撤銷習近平黨內外一切職務 那這篇文章一出來不得了 那個傳媒裡面就有20多個人立即就被抓了 包括他們的這個負責人叫做賈家就把他們抓了 但是很奇怪的是到了半年之後 所有的人全部被放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 大家想想習近平這是多小氣的人 瑞典公民桂敏海編了他一本小黃書 講他的風流運勢都是一些不靠譜的 沒什麼人相信的 他都要想方設法把桂敏海綁架回國 然後對他進行強力的迫害 不惜損害中國和瑞典的這個關係 不惜損害中國和歐洲國家的關係 也要把他給抓獲歸案到現在還抓著呢 不放他 一定要整死他 那麼國內的一個傳媒 無界傳媒公然的號召要推翻他 他居然還把他們全放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 這就是說明無界傳媒背後 那是有人在操作的 而操作這件事情的人 習近平是根本覺得沒有辦法 來跟他們進行決戰的 你如果把這些人抓起來不放 那就是要決戰了 那麼這批人是誰呢? 不是江派的人 而是紅二代的人 如果是江派的人 那雙方一定是打得頭破血流 一定是要抓對方不少的人 絕對不會把這幾個人放掉 那麼只有紅二代有這個能力 為什麼呢? 因為習近平他支持他的班底裡面 絕大多數都是紅二代 這是他的基本盤 而這個基本盤又不是完全統一的 紅二代裡面有兩波人 一波是80年代成長起來 那批受的一些西方思潮的影響的 是這一批人,比較開明的這一批人 那還有一波就是非常保守的 那這批人跟習近平完全走到一起了 但是對外界來說紅二代 那是一個整體 如果他們之間發生了激烈的這種衝突 激烈的分裂的話 那麼習近平的這個班底 那就徹底的維持不住這個局面了 所以說他無論如何 他要對外界顯示出紅二代 是都在支持他的,所以說他們經不住 紅二代的內部的這種協調 這種溝通之後 就把這個無界傳媒所抓的那20多個人 全部放了 而這個在無界傳媒事件背後 運作的那些人裡面 其中有一個重要的推手 就是這個陳平 因為他是搞傳媒的嘛 而且他比其他的人地位上面有一些優勢 他是在香港 他的資產是在香港 而他個人又是有其他國家的這個身份 而且可能很長一段時間 他都是住在其他的國家 所以說習近平要想動他的時候 還比較不容易 前一段時間也發生過這個任志強 這個炮轟習近平的事件 說習近平是沒有穿衣服的,想當皇帝的小丑 那習近平呢 當然就必須得把任志強抓了 任志強也是紅二代的人 但是你跟習近平已經鬧到這個份上了 他不抓不行了 任志強的處境就比陳平差遠了 因為他的資產,他的人生都是在國內 都是在習近平的範圍之內,在北京 所以他的被抓,這是一點都不出奇 那麼陳平這件事情之後 我相信他是在這個風口浪尖上 這兩天也是高度緊張 但是我相信他們早就已經做好了準備 應當沒事的 那麼紅二代的這批人 那一遍一遍的一波一波的 向習近平發起這種進攻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現在我們看見的任志強還有這個陳平 他們都是沒有在體制內的,他們是紅二代 但是在體制外面製造這種氣氛 像這麼一波一波的把這個氣氛製造起來了 就是想告訴外界現在有很多人 在策劃推翻習近平的政變 把這個氣氛造起來了 讓外界形成了一種期待 讓中共的黨內的黨政軍體系的人員 形成了一個這種 山雨一來豐滿樓的這種心理上的期待 那麼期待形成了之後 最後就會達成一個共識 最後真正的發生政變兵變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這個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說現在是正在造輿論的一個階段 這次造得好,這次比任志強那次要比較好一點 因為用這個陳平來做這件事情 比任志強今後他後續的操作的手段要多得多 他本人在國外、在香港指揮 然後把他的這個宣傳系統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調動起來 所以說我希望咱們民主派的人都來炒作這件事情 紅二代的只要他們現在開始反習近平 這大家一定要知道不是一件壞事 中共他要垮掉的話一定要從內部分裂 而紅二代其中有一部分人 他真的是有同情這個民主支持憲政的 讓這批人率先出來 幫民主派、幫中國的民主打開一個小小的缺口 那有什麼不好呢?我們支持他們,幫他們轉發 把這個政變兵變的氣氛造得越大越好 中國越有希望 好,這個話題就講到這裡 我們等一會再繼續講下一個話題 謝謝大家的收聽收看,一會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